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印度风喔 对啊 因为去印度豪盛的时候呢 连当地印度人都跑来跟我拍照 对 因为我当时穿的印度服很好玩嘛 是 然后我就问为什么 那旁边师傅跟我翻译说 他们说我是白裔 白裔 他们认为我是印度贵族 所以呢很少见诸 因为宝贵已经很少了 所以当时跑来跟我拍照 真的 然后就很有趣的就买几套回来 想说有机会上节目 结果你们是金子 所以其实每个国家 它都会有一些就是很特别的 民俗的一些说法 那当然台湾呢 今天由此一说呢 我们就要讲的是这个许愿天使啦 今天由此一说要为大家介绍 超理念的许愿天使 他能够实现你所有的愿望 马上就请悠悠老师为我们细说分明 那这个我们悠悠老师 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个许愿天使长这个样子啊 对啊 今天这许愿天使呢 它是一个形象 所有的信仰 所有宗教都会看到天使这个部分 那这个粉红色的粉金 粉金呢是召唤爱情啦 你就可以祈求有爱情的来临 好 那黄色呢 黄色是什么 这是宾舟石的变种啦 有人叫黄玉 然后呢它是招财的 招财 而且还可以招健康 那白色的叫白纹石 白纹石是保护 守护的意思 有些人觉得 好像没有安全感啊什么 它可以放在身边的 就是守护的 最标准的都是用白纹石 那绿色呢是 我们叫绿莲花岗岩啦 就是绿莲的花岗石这样的 它漂亮 对 它很漂亮 然后它是特别在事业 让你的事业能够顺利的 那蓝色呢 这叫做 其实它是雪花黑药石 然后呢 它是可以让你的那个 运气更好 而且可以让你的智慧也会更好 运气好跟智慧 求智慧 那是要去哪里求来的 对 基本上 你们可以呢 放在床头前面 因为我们都说 天使都在你床头旁边 所以我们常常放在床头柜上面 那有一些在欧洲 他们会把一些天使 放在他们的厨房里面 每一个都是看你的工作 跟什么有关 那如果你的工作 都是常常爬爬灶的业务的话 就把它带在你的身边包包里面 那你要启动的话呢 其实呢就是 你就握着它 你就压着它的翅膀 这样压着它的翅膀 然后呢 睡一口气 然后呢 这样就行了 太好了 所以现在大环境不景气啊 这个带给大家一点点希望的感觉 没错啊 真的 预方讲的真的很好 这个大环境真的非常大 非常差 大家整个陷入低潮呢 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从这个三月份 要来告诉大家 你的运气到底怎么样哦 来 悠悠老师 好 我们来看啊 我们三月份的进气怎么样呢 有一天呢 有一个神灯精灵出现在你的面前哦 那你可以许一个愿望 你会许什么样的愿望呢 第一个是 永不枯竭的米干啦 以后你都不会被饿到啦 第二个呢是 能变美丽的爱情蜂蜜 就是说呢 你说的话大家都喜欢听 而且你还是变得好漂亮 那第三个呢 就是 能赢得真重的权力法杖 就是大家都会把你的话当一回事哦 那第四个呢 能长生不老的青春之权 不但能够活得久 还能变得一直都很美丽 很英俊的 到老 那你想想看哪一个是你有兴趣的 哪一个你会选择呢 二 唐老师 你想要 还要爱情 要挤多大啦 是 好 那个我们的麦玲姐 你想要选一喔 你怎么看我这个 你是为什么要选米干 但我不希望为五种女 只要一样的时候 其他的二三种我都可以拥有啦 来 那黄家圈你选一个 你也想选一 你也想选一 他那表情有效的 你要 我被你猜到 真的啊 很想要一耶 因为 好 我已经很美了 所以就不需要 那我选 没有人选的三好了 三好 那我们从一号开始看 唐老师 曼玲姐还有加尖选的 很好笑的 有不哭泰的米干是什么呢 你怎么会加上很好笑 对啊 你应该想选 但你也很好笑 他都想选的 这张是紫衫 代表说你三月份的运气是 事倍公办 很清楚 你们应该来安排 你们三月的设选 有够累啦 三月你就是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很累 什么都可以 还是有财富的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让你点更美的爱情封名字 黄老师选的 这是什么 这是烈火 代表呢 你看看 小心破财看警察报 有 对 黄老师可能整个二月都走得很辛苦 因为要付红包钱所以很累 那现在他躲完了 他以为过关了 没有 其实呢 三月还是有人看到他 你欠我的红包在哪里呢 不是 这红炸弹 对了 他有这种声音 如果说有女朋友的男生 你要注意 可能你女朋友这个月 会觉得很需要你多送一点礼物 黄老师要小心烂桃花 烂桃花 要花钱的 好 接下来第三个 对 我选的 对 是这样 所有人尊重你的权力把杖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丰饶 我们听到丰饶 知道很开心很幸运的意思了 是 代表呢 运气很好 来 来 来 好厉害 对 一方选的 运气非常好的意思 代表说这时候 连偏才运都很好 可以去买买乐透或什么的 哇 真的是运气非常棒 好 那我们看第四个呢 是姨老师选的 冰川俱全 长城堡是什么呢 就是水元素了 这代表呢 你看一下 只要奴隶就有收获 也是很好 不错 不错 一步一脚印的做 然后呢 也是安排得满满的 但是你不会做得那么不甘愿 因为其实呢 你的个性会比较能够说 我其实真的不想再接受了 所以你有能力去阻挡别人 像选择一号的可能是 无法去阻挡别人的 人家说叫你做这个 你说 其实我不想 但是人家说服了一下 你就答应了 可是四号呢 你是能够控制自己要做什么 会平衡你的人生 所以这一张也是非常好的符文 所以大家参考看看 OK 好 我们想问一下曼妮姐 就是其实我们之前都知道说 这个在戏剧界真的是一个天后 那其实在这个最辉煌的时间 就是那时候你一次会接几部戏 最辉煌的时候 一年八部 一年八部 怎么接啊 都睡觉了 就是白天早上七点出台北的班 拍到晚上十一点 回家换衣服洗个澡 然后拿了东西 就直接撒到庐山去 接早上六点的班 晚上拍完再撒回台北 接隔天台北的早班 所以一年最高纪录八部戏 那真的是没日没夜的传 其实他不能说这样 现在才叫没日没夜的传 因为我们那时候呢 八点党 不是啊 九点半 它两个钟头的戏 它要拍五篇才有一集 对… 那个投资报酬率 然后包括播出以后 它是半年 假设好你随便你一集很高 你收十万 也不算高 因为它是两个钟头的 对 那么你收了十万 你半年 它十三集 你才领多少 130万 对 但是你现在的连续 连续去搬售的 你不用多 你只要领三万就好 而且它是每天播出这样 你知道吗 六个月能领多少 360万 对 那当然以前是做的伴使 就像我刚刚选的那个 是被公伴吗 你做的伴使 然后感觉很风光 事实上你没有赚到那么多钱 不过后来有一阵子 看到麦琳姐突然出国留学去了 对 消失在演艺圈 你是休息一段时间吗 我弟弟在澳洲念书 那么有一段时间 我工作我非常疲惫 那我就去看他 看他以后就住下来了 因为签证可以是半年在延签 是 那然后我弟就觉得我很怕 你住下来 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到学校去上学 他就直接把我丢到那个 那个 语言学校 就是语言学校 然后我就真的每天跟人家 去当学生 他自己每天坐便当好高兴 就是到了人生低潮的转弯处了 对不对 我一向每次遇到什么困难 或者是我觉得逻辑打不开的时候 我都会选择都门 或者是一个人 转换一下心情 空间 空间 我需要新的空间来刺激我的那个触觉 对 所以每一行真的就每一行的困难 他有他的专业跟真的有他的技术 没错 不是我们看得这么简单 我就想 好笨 我说主持工作也就干不好 被人家说脑不开了 对 对 就是 就是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不对 所以每一行真的都不一样 你请他上来坐坐看 看能不能进去 王老师 那我才能坐那里 看有主办的做不到 对 所以我们现在 很想唐老师坐过去看看 千万不要 我是他们的两倍大 其实真的很多人 真的在事业上面 真的都会碰到一些低潮 或是瓶颈 所以接下来 这个黄老师要从我们的恐怖风水里面 来告诉大家 这个加动成员 事业陷入低潮的风水 到底是买成什么样子 赶快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让家中的成员 那家中的当然说 应该是家庭风水 比较不是办公室的风水 家中的风水 让你家中的成员 陷入事业低潮的状况 有哪一些 当然我现在讲的题目 应该是倒过来说 那么 大家当然不希望低潮 希望高潮 那你要高潮的话 就把我讲这些 把它倒过来就可以了 或者不要这样做的话 你就可以高潮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一项是怎么样 第一项呢 我们称为叫做四面楚歌 怎么叫四面楚歌呢 你的房子刚好四个角多有缺 通常我们有时候不得已 你住那公寓大楼 会有一个角缺或者两个角缺 但是我就曾经看过这样的设计 既然你的家里一进去 不管大门从哪里进去之后 必然有四个角落都缺了 而这个缺一定不是小缺 至少十六分之一以上 那么这样的缺的话呢 表示你家里面的 住在里面的不只是说父亲 包括你里面的有工作 工作的成员都会有 像四面楚歌陷入低潮的状况 那这个要怎么改呢 这一项等于要比较之下 这一项是最难改的 整个房子是没有办法改的 这可能要搬家了 或者重新装房装修过 可能很难的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种 第二种叫做两高夹一低 这个很容易看到 就是你隔壁邻居都越盖越高 你始终还是守在那里 所以两边高夹着中间低 那你就好像旁边这整个压下来 你寓意不得志 没有办法发展 没有办法让你的工作做得很好 那这种怎么办呢 最上面这一户影响就比较大 如果躲掉躲这一户 如果这整个都是你的透天处 都是你的话 那就很难了 那这时候呢 上面这一户最好是空掉 空着 因为那这样压的压力最大 那你本身就要住一楼二楼就好了 好 我们看一下第三项 第三项就是开门见向下的楼梯 这个在公寓大楼最容易看到 就是你进去 对 门一打开 看到这是楼梯吗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出门的前面呢 放一个红色的踏脚垫 等于是一个缓冲的意思 没有说办法百分之百的解化 但是可以缓冲一下 让你这种伤害降低到最多 好 看一下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呢 这个是也比较少遇到 但是还是看得到 就是你家里肆虐的地板 跟室外来比的话呢 低于室外 只要外面比里面高 那就表示你全家的人 陷在低潮里面 陷在现金里面 你要爬出来 都每天都要这样爬 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这样的状况下 当然啦 这种状况是 让你家里的成员工作 不是很如意的 那么刚才我已经提过 有些很容易解化 有些不容易 你在买房子 或者开始租房子 租房都要租房子 是 不要让你家里的成员 不是只有你 是成员表示很多人 你家里的成员 都陷入事业的低潮 给各位做参考 好 谢谢黄老师了 那接下来我还要继续问一下 这个曼妮姐 就是当初啊 就是系阶那么多 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工作 主持 以前我们要求全方位 那么你不必须会主持 是 或者会其他的 人家会靠我 却你也会在走张所啊 对 你至少要有其他法事 那我们还主持了 Live的广播电台 然后呢 像黄龙舟时候的一些节目 他会找八点档的男女主角 去做Live的广播员 如如这一类的 我们都在尝试 而且也尝试 电视台派你去就没钱了 1500块扣税 所以也主持过很多节目嘛 比较久的时间是 那个东升的 的那个鬼话年篇 跟陈大哥后来往生了 身上病走了 那时候是主持两三年 后来就是当了老板的嘛 对 那之前我也做过广播 汉真的那个现场 每天带撞的Live广播 真的是无奇不有 每天call in进来 还有那种call in进来 听一听那声音不太对 一几岁 十四岁 不 十四岁 你现在不睡觉你在干嘛 你还会羞 还会骂人家说 我功课 我做过完功课 我妈没回家 然后你爸不知道 那你一个人在家 对 但现在 好 我告诉你不可以管 继续听广播 不可以出去 然后呢 每十分钟 她只好当她的妈 你知道吗 我会觉得很担心 随便说call in一次亲爱 她竟然在哭 然后工作没做完 她爸去哪里不知道 妈没回家 那你妈会不会回家 不知道 那就反而更担心 所以那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她们的钱真的很少 一几 那时候一几 五百 然后呢 你要自己准备说 一个寿司 不是人家有气势 帮你在准备的没有 因为你每天 你可能今天是一日新书 明天是电影 后天是一个人事物 或什么 突然你真的每天都要背书 然后赶快把书看一看 今天什么 把重点摘录下来 然后自己做手稿 然后要访问黄佳谦 她以前是歌星 为什么唱十秒不红七块 对 为什么不红七块 对 没有 这个都要研究很多 我最有做功课 真的 你看你也很崇坏 后来就是 因为这个唱片卖不好 然后才脑残 才脑残 也不是 因为 像你也很棒 可是我觉得你很幸福美满 我们就不要多说 所以后来就变老板 是做公关方面的工作 对 那公关是哪一种 比如说是接商业活动 还是什么 我都有 但是我主要做比较 因为当时我会选择 做比较政府单位的是 因为我不善交进营筹 我也不喜欢喝点 然后我不喜欢去打哈 那公交单位比较怕 他也不敢跟你打哈 也不敢跟你交进营筹 所以呢 他就变成比较实力 可是那个政府官员呢 他不会觉得说 你是艺人 你只不过是来插科打混的 会 我遇到过一些 不屑的眼神 听完了以后 然后就往回靠 那你就知道 他的肢体语言 代表了一切 对 因为我们是戏剧出身 对于肢体语言的感觉 特别敏感 所以他们的态度 对你来讲是 当老板最大的挫折 当时那个感觉 让我有一点似曾相似 就像我在演艺圈 当别人来找我 比如说你跟我很好 你推荐我 然后呢 王哥告诉你说 不像 不像老板 不适合你啊 不适合 然后呢我问 你们老板的案子怎么样 老板说你不像 你不好 他想要的是 他可能想要就是 谁谁谁 遇方啊什么的 对 那你就会很伤心很难过 因为他认为你不行 所以在演艺圈的 在比较 在之前拿到的工作 虽然你都是演女主角 人家拿到工作的过程 都是这样来 就是救火队 人家没有办法只能用你 因为没人了 然后那时候我就暗暗发属 你用我你绝对值得 我一定要让你值回票价 以后你要回来求我 那时候才是有一部戏 叫《易乱情女》 一个人演两个角色 两个女主角都是你演 然后他演一队双胞胎 那当时是这个导播 就是那个老板是林郭川 那么他当时呢 他们在找女主角的时候 那以前的导播 就是雷同下来的导演 是负责整个架构 他就说可以用那个新人 刚演完《玫瑰人生》那个 提名金钟奖的新人 看看不错 然后老板对他来说 他同时开三部戏 没关系 他导播说话 他喜欢谁就用谁 那OK 是他极力争取 就我来演 对 所以对他来说 他觉得 他就扛了这部戏的责任 如果他选择了这个女主角 不好的话 戏就不卖 那因为我后来知道 我曾经在棚里跟他打招 以前我的个性是 以前导播会开爆骂 然后骂 叉叉叉 谁谁谁 你在干吗 你死了 你白痴啊 蹬在那儿 机器在那儿 这吉他机器你瞎了 会不会啊 对 好 拍完封罵以后 我还问 我罵猪啊 然后我就东西收衣服 就走不去 我心里想要是 我可以不眼看 你侮辱我 哪有人 一个在棚内 一个在棚外 我都已经走到棚外 他还在里面 你白痴啊 你猪啊 你知道 那你知道我们那种南部来的 小孩会觉得 你有话好好跟我说嘛 我哪里不对 你为什么要那么羞 如果真的我不对 我手伸出来跟你打 那好像这个 那个职场的伦理就是这样 对 他们就看着泵在上面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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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就到现场后就会觉得很没有面子 而且对 我现在是在很认真做我的事情 你这样子反驳我 当然就会觉得很痛苦 而且我又是唯一敢跳出来说话 骂人的人 那家人的态度呢 他们完全不知道我怎么做的 真的 因为他们住在南部 我住在北部 你都不会跟他们讲说 从来不 你如果回去跟他们诉苦 那妈妈只会每天晚上哭 然後跟爸唠叨 你女兒怎樣怎樣 好可憐 然後我爸就會打掉 妳不要坐了啦 回來叫人送妳 要不然呢 再去念書 妳是哪裡人 南部哪裡 台南 台南 很堅毅的故事 果然有荷蘭人的樣子 你看 對啊 真的 八寶公主的長相 六蛋一團 我們叫八寶公主 就是荷蘭來的一個公主 對 長得很像耶 很像八寶公主 所以其實有些人在工作上面 就是他遇到了一些事情 他可能不願意跟家人說 就好像現在有很多的這個男生 說實在的 他真的面對很多的壓力 有很多的苦 好 所以在這邊 唐老師要從星座來告訴我們 十二星座的老公呢 在遇到試驗低潮的時候 不能跟他說什麼話 不要刺激到他 不能把他刺激了 好 現在全球在重新的盤整中 幾乎每一個人都在低潮裡面 那當然這個低潮是會度過的 但是不要在這個關鍵時刻 使你也跟著陪葬 使你們的感情也跟著陪葬了 有時候我們說了不該說的話 只會透露出你多麼的不了解他 然後讓他對你多麼的失望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裡面 反而我們是要互相鼓勵的 而不是說出一些傷害性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從星座的角度 哪一些星座的人他有一種心態是 你不能踩他的呢 尤其在低潮的時候特別需要你鼓勵的時候 那我們分成三類啦 基本 固定 變動 那我們就從基本星座開始看起 基本星座呢 是 牡羊 巨蟹 天秤 摩羯座啦 所以如果你的老公是梁曹瑋啦 劉德華啦 或者是玉芳的先生 牡羊座啦 或者我們的老闆王君啦 我們來看看他第一潮 你不能講的是什麼 我們來看看他第一潮 你不能講的是什麼呢 那就是 搞不懂你每天在幹嘛 這種話 就是我們不然跟他講是不是 對 你到底在幹嘛 我就是看不懂你到底在幹什麼 你每天這樣在那邊 放在那裡哄哄 像在做什麼 沒有 這可能每天瞎嘛 因為他第一潮 然後他就不能讓你看出來 你會發現基本功的人 不是你用這種方法問 就是說你諷刺他 你在幹嘛 他就刺激他來跟你解釋 你應該不會這樣跟你老公說吧 我從來沒有這樣跟他說 我都說 講得很對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太會用說的 但是他們能夠接受了 這種玩笑 他們都會用做的啦 稍微 畢竟三個兩個 你還要怎樣 還要第三個 我覺得基本功的老公 請注意 他們是 黑色幽默大師 所以其實他能夠接受的是 你用玩笑的方式 就是說 好煩喔 你每天都黏在我身邊 我都看你看膩了 說不定他心情一輕鬆 他就會把他想幹嘛的事情告訴你 所以千萬不要用諷刺的方法喔 好 我們來看固定工的老公 如果你嫁到了金牛座的黃老師 或者是獅子座的土宗康 或者是天蠍座 那可多了 王偉忠 偉忠哥 瀨聲川等等 這些大師 或者是水瓶座 黃老師的老公或曾國城等等 那我們不能說什麼呢 那就是 連隔壁老王都比不上 我還不得超級 傷害他的自信心 這個是任何人 任何人都很動 隔壁的老王 他也不覺得要給你懂 是多麼了不起的事 但是比不上別人的這個 那你就看清我了 我可是一塊材料 我只是等個時候到了 總有一天千里馬一定會遇到伯樂 是 他很有自信心的 或者是以後賺到錢用錢砸你 而不是更愛你 對 所以你只是激起他的復仇之心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真的要懂耶 真的 好 所以不要拿他跟別人比喔 好 我們來看第三個叫變動星座 就是雙子座 處女座 射手座 雙魚座 這個星座的人也很多啦 雙子座 像我們的瓜哥 是 處女座像蔣友伯 四頭座像菲哥 雙魚座像簡哥 都是各自備 都是各自備的 好 我們來看看 他們不能說的是什麼 那就是 跟親戚抱怨個沒完沒了 你問他說 你為什麼每天都在家裡不做事 我看不懂你在幹嘛 他說好 那我解釋給你聽 我的想法是這樣這樣那樣那樣 他有很多的計劃 他很願意跟你溝通分享 他最怕的就是你不跟他講 你跟別人講 那我要怎麼跟你解釋呢 對 然後他還會覺得說 你在看摔我 而且你看摔得很嚴重 所以你不顧形象的在外面 好像把我們說得很難聽 你會讓他在心裡 徹底地對你很失望 是 所以這一些的切入角度 都是在老公低潮的時候 特別不能夠踩的線啊 因為這只會把他逼得越來越遠 然後陪上你們的感情這句話 不來了 大家參考看看 OK 好 那因為我們知道說曼妮姐 之前這個當老闆 其實這個對員工上面啊 就是在當老闆有什麼樣子的壓力 就是說整個團隊在做的時候 你就變成你會神經緊張 因為團隊他會 當然他的薪資就比較高了 他等於是一個製作人的程度 他會在那裡聽 但是他底下那些你也要陪著聽 就是你陪著他們加班 因為他有可能 你知道他會用什麼 10點多 公司的電話箱 黃佳謙她媽媽打來的 老闆 黃佳謙 他什麼叫你 黃媽媽 妳好 我們佳謙現在是怎麼樣 妳怎麼每天都要坐到 11點或12點 你們都坐得很高興耶 是什麼工作 待會兒你們多少錢 不好意思 黃媽媽 因為佳謙她打來比較不適 對 要給我 這樣這樣可以叫別人做 我們以前回來了 如果要這樣就不要做 抱歉 抱歉 這好像這兩天而已 我打掉 黃佳謙妳媽打妳 妳沒跟她說 沒有 我媽媽要坐 我為什麼 妳為什麼不跟她說 妳做錯了三次 妳讓全公司的人都憑妳在加班 對啊 我就不敢說了 第二天她就不接了吧 因為我小時候 一直做不到事情 我小時候都會幫她做好 對啊 我也沒在做 然後這種小孩呢 隔兩天以後呢 他連遲程都不接 直接跟他的主管說 我媽媽說我不要做了 因為我們竟然不缺這一口算池 幾歲了 三個算池 好 我真的有碰到這樣子 真的很多 我以前有碰過一個例子 更好笑 比如說她來上了兩天 第三天就沒來 沒來 我們就打電話去說 電話就響了嘛 然後就響了 就是她對方就說喂 一聽都是對方對不對 我就說 MING哥妳今天怎麼沒有來上班 妳知道她說什麼嗎 說什麼 她說 B 我現在不在家 然後就上一個人 好瞎啦 很瞎 天啊 你們要想一件事情 老闆都會找妳 然後去找妳說 妳要不要來上班 老闆為了妳 然後去跟家裡 就是不想要一件事 是為什麼 人家是真的在用妳 你知道嗎 栽培妳 對 是在栽培妳 可是妳知道現在有很多人 就是不懂珍惜啦 不知道自己在職場上 遇到這件事 轉機還是危機 對 所以在這邊 以前我們是說錢多士找離家住 現在最好沒有壓力 真好 那哪有這種命啊 怎麼可能啊 我跟你講 妳如果要面對 就是這種沒有壓力的 妳可能都不曉得 妳在這個工作上面 會碰到什麼樣的危機 所以在這邊呢 黃老師要從我們的測試DIY 就告訴我們 最近在一個月裡面呢 妳工作上會有什麼危機喔 來 好 我們今天測試的單元 就要測最近這一個月 妳在職場上有什麼危機 如果等一下妳測到不好的 妳忍一忍 忍一個月嘛 然後過去 如果妳選得好的 更要加油 更要努力 好 我們今天的字面有五個字 重則加編炭 踏 重則加編炭 那請中在五個字裡面 選一個字來測量看 最近這一個月 妳在職場上面有什麼危機 麻煩請各位選 我選加 加 加 我折 李老師 折 你也是折 麥玲姐 加最好寫最簡單的筆畫 OK 加嗎 對 好 蕭籤 我來編 妳來編 要來答一下好了 好了 好 第一個字 現實人選 觀眾朋友 如果妳選到第一個字中的話 到底最近會有什麼事前 什麼危機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同事衝突 老闆動怒 這個嚴重 太人際關係不太好了 跟同事們吵 老闆的生氣 妳在人際方面 可能就是您的危機了 妳小心處理一下人際關係 好 第二個字 折 折是李老師跟唐老師選 我們請看答案是 業績欠佳 債財高足 好欠喔 我們是怎麼回事 債財高足 這個債財不就是金錢債 是工作債 工作債 因為老闆 妳老闆要叫妳做完什麼 是妳一直沒有做 對 老闆的工作債 案子有時刻寫不完之類 很多事情一定要 妳增加新的工作 新的節目 有喔 因為有企劃案寫不完 對 企劃案寫不完也算 或者妳要寫的書 要出版 一直都還沒有做完 對 那這也是要加油 加油囉 好 我們看一下第三個字 第三個字是 席曼玲跟悠悠老師選的 現在可以看一下這個字 這個家是麗家口 然後把麗放在下面是什麼字呢 各位看一下 麗放在口的下面就不是 另外的麗 表示妳另外要再找工作囉 好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什麼 麗不從心 麗模他就 可能就是妳另外 母親嫁 被裁員 很多選到這個字 另外還在去找別的工作囉 好 那我們下面看一下 邊是家天選的 我選的 觀眾朋友 妳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妳最近這個月職場 會有什麼危機呢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形式便捷 業務革新 非常好 沒有危機 妳工作上自己的創新 老闆一直賞識妳 我跟妳說 這很寫的一個字耶 好 最後一個字是 帕 帕是一方選的 或者觀眾朋友 妳也是選這個字的話 到底最近這個月 妳的職場有什麼危機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粗略拔萃 好 歡迎 謝謝 不錯吧 我覺得選得不錯的耶 爛的都不錯 還可以了 好 請各位做參考了 各位加油 加油 在職場上 再加油 再努力 OK 好 這個曼寧姐啊 因為就是可能 就是比較少看我們的節目 可是妳知道嗎 有很多人現在都在研究 這個紫薇抖術 她剛剛一來的時候 就一直在跟玉佩姐商量 對啊 所以這曼寧姐 很會學這個 紫薇抖術妳有學過 跟誰學啊 學多久 學兩年 好認真喔 玩了八年 其實我真正去學紫薇抖術 那個時候是我的低潮 那個面臨呢 我要收掉公司 還是要增資 因為資本額不足 很多公關公司的時候 對 很多事情我們做不到 就比如說 我們就無法跟東升 文化去競爭那個 50萬的案子 那個90萬的案子 她居然還可以送 新聞前後500秒的那種事 新聞前後500秒 差很多耶 對啊 然後她是 她就不必要派四台機器 然後叫黃佳謙去主持一下 包人家5000塊 我們幫我就搞定 我如果打電話 黃佳謙妳可不可以幫我 主持一個什麼節目 什麼外景 活動 5萬 6萬 對 所以這就不同 那當我面臨這個時候 那一年是很大的抉擇 然後我就去翻看以前 以前我主持定義節目的時候 有很多老師來賓 都來上過我的節目 然後呢 我就找到以前 有很多大師幫我披過 其中的一張 他把當時的過程 到後面的幾年 清清楚楚的紀錄好 我嚇了一跳嗎 七流年啊 對 就是那一年 然後我就看著上面的地址 我一直打電話去 請她幫我算 然後呢 結果她還在 然後就去拜訪她 那拜訪她以後 她算一算她告訴我說 妳這個不用再來問我 她也不收錢 然後我就很尷尬啊 不收錢 她跟我說妳自己也要說 心裡第一個想 會吧 耳聖喵 笑耶 就覺得 沒事學算命神經病 準備去擺攤嗎 還開館了 第一節課聽下來就很有興趣 我曾經有一個朋友的阿嬤 那她其實已經禱了 就是不舒服已經兩三年 然後呢 住院半 最後半年的時候 是一直在住院 然後再過年前 我就跟她說 她這個農曆年 她就只能到農曆年 頂多到農曆年過完 她無法翻過二月 然後呢 過完農曆年的時候 她就覺得 好像有點好 所以她帶回家 她說不太可能 就是那幾天 妳這樣子跟她說 就差不多就這幾天 我說就是這幾天了 妳應該有空 要好好回去看妳阿嬤了 去陪陪她 不會啊 就一樣是這樣 就很好啊 就是這樣 就是當天晚上 真的 一過二月一號 子時就過不去了 對 而且妳知道嗎 其實有時候紫薇抖數 或是我們現在老師 常常都會告訴妳說 這個時間是怎麼樣 那個時間想要提醒大家 所以接下來唐老師也是一樣 要告訴大家 在這個星座上面呢 這個上半年 最快從這個事業低潮起 解脫的星座 這個是有時間性的喔 這個很好 可以什麼趕快解脫了 來 解脫 你們都在低潮嗎 我們都在低潮嗎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高潮過 真的... 好... 蠻浴耶 跟前女友 所以... 所以如果我... 王家被妳打太快了 沒有...我知道了 我的高潮就是我的老公外 就是人生的高潮 妳怎麼這樣刺激啊 妳怎麼會發生這一天 這一天是哪一天 太刺激了 我們來看一下 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09年的上半年 有沒有辦法很快地甩開 我們的低潮呢 那我們來看看哪一些人呢 他很可能很有智慧喔 在這一波當中 他翻仙翻得很快 因為他找到了新的出路 太陽上升都要參考 現場只有一位新同學 就是喜曼寧 妳的太陽是天蝎 上升是在金牛座 所以我們來看看 哪一些星座上榜了呢 第五名太陽上升 如果落到了 喜曼寧跟黃老師上榜了 金牛座 那高潮公司還在吧 沒有 我賣掉了 賣掉 那可以再開一天了 你看 好 如果你不是老闆行李 是員工 你可能也不是很希望老闆太看到自己 因為看到自己代表我的工作會累得要死 好 沒關係 那如果你現在覺得工作量很大 也沒有那種被提拔的感覺 那我告訴你 你翻身翻得最快的原因就是 你要把話講出來 因為你只要敢講你就會得到 譬如說老闆對你的要求是 你不擅長的 他要你去跟很多人公關交際 這不是你擅長的 你很可能說老闆 這件事我不會做 請你找別人做 我覺得我的價值不在這裡 只要你敢講呢 你就可以解脱這件你完全不擅長的事 那這個時候你反而會覺得低潮就過去了 不一定要加薪 不一定要升官 對金牛座來說保佑的生活品質最重要 好 我們來看第四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悠悠老師的摩羯座 好 摩羯座的人呢 你將會有一個新的身份 新的角色 立足在這個社會上 比如說有的人他會跟過去的行業切割 有的人他會考慮創業 因為他覺得舊的行業 他已經完全沒有看到那個可能性或新鮮感 或者是你可能是被排斥的 可是反而讓你逼著你走到另外一條新路 或者像悠悠老師這樣結了婚了 變成家庭主婦了 新的人生呢 帶給你新的希望 你很可能自己當自己的老闆 自己當自己的主人 所以對你來說 雖然還是很辛苦 可是再也不是被人家控制的人了 這也是你的新的高潮 好 我們來看第三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黃佳謙的 詢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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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雙子座的人來說 他覺得生活有了變化 我有機會玩我想玩的 我不管結果怎麼樣 對 所以如果你新的一年 你能夠花一點力氣 或者是來一點樂觀 在新的事業上 我相信2010年就是你的天下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太陽上升如果落到了 現場只有一位 就是我們的黃老師上升在這裡 巨蟹 黃老師你真的很不錯 黃老師你兩個 金牛跟巨蟹你都像了 是 雙倍 你整個解脫了你 這個甩掉低潮呢 第一個很可能就是 桃花韻又更旺啦 所以光是桃花韻旺這件事 就可以讓它旺掉很多 繁城俗事 他還要桃花韻旺 對 你們有偏 你們除了有桃花以外 你們還有偏財 那當然這個如果用在 你的工作上會很好 比如說人員是帶給你 工作上的人員 談事情很順利 那偏財呢讓你談案子呢 事半功倍 可是如果你把它用在 這個情色方面 用錯地方了 你很可能就賠錢了 用傷身體 又鬧緋聞等等 所以換一個角度 你把它用在好的地方 就很棒了 我們來看第一名 太陽上升 我們當然是說 從谷底低潮翻身了 所以之前是滿低潮的 那就是玉培老師的 水色 你在朱文娜啦 讚 玉培老師可能沒有感受到 太多低潮 但是像你的好朋友 張本渝 本渝 對 現在終於階段性任務完成 我們也把過去 比較不好的事情甩掉了 那傷心也傷心過了 所以新的一年 剛好木星進來 水瓶了 對水瓶來說 簡直就是一個大大的加分 第一個 你大眾員非常地好 對 有時候不是你要這個東西 是大家拱你 拜託你要一下 好不好 玉培老師當了理事長 不是她要競選 是大家說 拜託你當理事長 好不好 所以很多水瓶座 遇到這樣的運勢 是屬於切户萬患使出來 所以一切水到渠成了 當然她就會覺得 過去的那個倒霉 好像一場夢 不過也好 重新出發的感覺 真的滿不錯的 是 教科力也是 對 所以太陽上升落來 就五個星座 前半年是可以從低潮 很快速解脫的 大家要好好把握 接下來麗老師要帶領我們 大家進入高潮 這個高潮就是在2009年 你的財運最旺的時機 到底在哪裡 好 這個問題 可是大家最切身的問題 因為經濟不景氣 大家都很期盼自己的財運 會非常非常地穩定 那麼我們今天就要 從奇門神數上面來告訴大家 2009年你的財運最旺的時機 到底是在什麼時候 可是這個奇門神數 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加錢手上的範例 就是觀眾朋友 你把你的生命證號碼 從第一個數字一直加加加 加到最後一個數字 所以我們要的位數 那觀眾朋友 你算好的話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 2009年你的財運最好 到底是在什麼時候 那我是用春夏秋冬四季 來做區分的 所以再來對對看 每個人都會上榜 只是看時間是在什麼時候 好 我們就來看第一個 冬季 冬季距離現在是還有一段時間 但是給你做一個預期的準備好了 到底是什麼號碼呢 是冬季的財運最好 來 四跟七的人 我們在住的人有沒有 沒有 嚴格來講 所謂的好應該是說 你的財運一定要到 冬季才會穩定下來 才會不再破財 才會不再有一些 你意想不到的支出 因為在春夏秋的時候 四跟七的朋友你的花費 可真是太大了 大到你自己都有點受不了 破財的事件非常非常地多 是要等到冬季才能夠 完全地穩定下來 不過現在告訴你了 你自己在錢財上面 小心謹慎 是可以預防的 我們再來看秋季 到底是什麼號碼呢 在秋季財運會很好 1 5 6 有 我6 5 1 5 5 康老師 是 好 恭喜 然後悠悠老師是5 都有 對 我也有 好 這個財運好不好 在哪裡呢 它跟偏財有關 偏財 那我們在想說 打在小牌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沒有人打小牌 或是它真的就是跟一般的中獎有關 差不多在秋季的時候 也是我們各大賣場 他們在 比如說在中年慶 所以這個時候你花點小錢換一個彩券 說不定會給你帶來意想不到的財運 所以要好好的掌握 我們再來看夏季的 夏季的是哪些號碼的財運最好呢 2跟8 黃老師 對 還有曼妮姐 還有曼妮姐 恭喜 上次也是哪一方面的財運好 投資獲利 投資 對 我想有很多人的股票拿來 都拿來當壁紙了 所以如果你有投資的話 在夏季的時候 你只要看好時機 你就趕快出場吧 至少你的地址可以換一些現金 甚至於有的觀眾朋友 他這個功課做得很好的話 其實在別人都沒有賺錢的時候 會因為你的專業知識 你的資訊收集得夠 在夏季的時候 給你在這個投資上面 帶來一些 一些意想不到的火力 那我們來看現在的季節 春季 春季 財運最好的就是三跟九 三跟九 育方有 育方有 你現在就賺了 現在 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 這是正財還是偏財 正財 我正要說 來自於你的工作收入 是非常穩定的 我跟你講雞皮疙瘩 我昨天才接到兩個電話 然後說怎樣 就說要給我錢 就這麼簡單 什麼 代言工作 那很棒耶 雞皮疙瘩 真的耶 好準喔 好 這個錢就是跟你的工作有關 像有的人可能失業也很久了 或是他正在找工作 那麼在春季呢 你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那再不然呢 就是像一方這個樣子 你會有一些很好的工作機會 對 而且都是正財的 對 正財 它是跟正財有關的 不管怎麼講 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所以一定要掌握囉 所以這四個組合 春 夏 秋 冬 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 恭喜啦 大家好好可以 打握機會對不對 好 那今天的賽 謝謝我們的曼玲姐 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有空來帶班 李玉佩老師 好好好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的老師們 謝謝觀眾的收看 謝謝 拜拜 謝謝 打開可以做什麼 做腰 呼嚕豬把它收進來 黃老師也正在收腰耶 黃老師 妳的老公如果 外面有福利精 纏繞的話 妳就要把老公的那個 靈靈的妖怪要收起來 收起來 這時候呢 要擺在老公的 不是你自己的喔 哇 這是收腰的方法 好看